第11题,甲乙两个完全相同的磁铁,质量皆为200克,分别将甲磁铁吸附于铁柜水平的顶部,以磁铁吸附于铁柜牵直的侧臂,若两个磁铁皆保持静止,磁铁所受的磁力方向与接触面垂直,甲乙两个磁铁与铁柜之间的摩擦力大小分别为F甲F1,则下列何者正确? 我们晓得甲放在这里,它有一个重量向下,而支撑力会向上,那么这个并不是摩擦力,它在水平面方面上没有受到外力作用,所以它并没有受到摩擦力,所以它甲的摩擦力是0 而铁在这里,它有一个重量向下,它让它不会往上下掉,所以表示有一个摩擦力要向上,顶住它,这两个保持平衡,所以大小要相同,方向要相反 你的质量是200克,所以重量是200克重,所以这个摩擦力呢,也就是200克重 所以,我们第十一题我们说,我们的磁铁与铁柜之间的摩擦力大小分别为F甲F1,则下列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F甲等于0,F1等于200克重 有1个摩擦,有3个摩擦力封游截迉了2个摩擦力封 emotion佳 Raise 3发In22 c重